来 站起来 一 二 三 温馨的五月份 除了祝福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新北市政府看见职业妇女 蜡烛两头烧的困境 一方面要照料幼儿 一方面还要照顾年老的双亲 山明志妈妈的辛劳 说出来都是满腹的心山 在台湾的时间 就是每天从新门丁七八点下班 然后赶到内湖的医院 然后我自己坐在永和 然后晚上在披心待月的 回到家里面去 那小朋友还不能说嗷嗷待哺 但是他们也是等着你睡觉 你还要看他们的功课 那看完东课一切就绪 然后陪他们睡完之后 其实时间已经很晚了 我还要再爬起来 就是做没有处理完的公事 所以其实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其实就一直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这样子 它不能说是身体上的一个泪 其实对我来说 回想那段过程 其实心里面上面的时候 受到的一些彷徨 还有无助 这是应该是最大的感触 照顾家庭不是妈妈的事 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来的事 新北市长朱立伦 在公司协力友善家庭政策 记者会上宣布 女性是照顾家中老幼的主要力量 为了减轻职业妇女 在家庭照顾上的负担 新北市政府提供最高补助200万元 奖励民间企业设立脱老或脱幼设施 要给妇女朋友最强而有力的后盾 所有的责任几乎都落在女性的身上 孩子也是一样 几乎都是妈妈 在职场上工作的女性 更是重中加重 真的我们应该要想办法 让我们在职场的妈妈 不是只是母亲节快乐 不是妈妈你真伟大 要让我们透过各种的政策平台 来减少妈妈的压力 在东方的社会里面 其实七成以上是女性 而且有两成以上 如果你女性再成为家庭照顾者 不管是照顾小或照顾老 两年内大概有两成 可能就会有忧郁症 而且这群女性里面有87% 有精神的照育的问题的可能性 然后还有他平均睡都睡不到四个小时 不让员工因为照顾压力而离职 企业提供托幼和托老服务 减轻员工照养压力 让公司和新北市政府 能够成为职场妈妈最坚强的后盾 员工信箱里面有同仁觉得说 每天带小孩真的很辛苦 那如果自己公司有托并中心该有多好 那刚好董事长看到以后 就想说那我们来做看看好了 所以我们就基于人才留任上面 我们就开始做托并中心 在两年八个月前开始做 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 我们所有的保姆跟主任 还有那个护理师跟厨师 都要自己聘任 那我们没有外包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经验之下 我们就还是要寻求 那个政府的协助 包含说那个卫生局 劳工局 他都给我们很多的补助 跟我们的那个辅导 整个台湾社会的氛围里面 针对老人这一块 他有迫缺的需求 所以在前几年我们开始 基金会整个在对老人这一块的关怀 比较有琢磨 所以我们有派人到海外 或者国内各个据点 去观摩去学习 我们现在找出来就是 什么样的优质环境 是能够让我们的长辈 使用安心 那透过生活的附件 达到他们健康的身心 朱立伦市长为人指 为人夫 为人妇 三明治时期也曾经历过 所幸有妻子赵亮家中的大小事 让他可以全力为市政打拼 同理心之下 新北市也要打造成为对职场妈妈最友善的城市 中佳新闻 066 藩刚 板桥报导 再来看钱吧